好,亲爱的车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带大家看一款上汽大通V90家常轴超高顶打造的一款B型房车 车长5米94,宽2米1,高2米85左右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的一个外观啊 它的右上方装有这个3米2米5的这央棚 下方有一个LED的户外灯 然后中门两侧装有这个推拉的一个玻璃 外灯窗里边装有这个隐私的一个撒联 上拉防隐私,下拉防蚊虫 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装有一个冰箱的一个排风 这里是我们就是自己定制的一个拉花 车身的一个拉花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到这个左侧来看一下 它的左侧的话有一个逆变器的一个排风啊 就在尾部这一块有一个逆变器的排风 然后中间有这个清水箱的加水口 里边配有一个12伏的电源 旁边这个是外接试电充电的一个擦口 七孔的新农员 上方这个啊 两侧都有前后左右 就是车上装了一个四路监控 就是当我们驻车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查看这个外部的一个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到车里边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中门 我们可以看到原厂的这个电动踏步 随着这个中门的打开 自动就延伸出来了 然后这一块装有这个可以折叠的一个小桌板 里边配有这个外置的一个花嗓 上方配有220伏的一个擦座 然后上门的这一块有一个 就是防蚊的一个擦门 到时候会防止这个柳絮啊 蚊虫的一个进入 好,我们到车里边 到车里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是一个四座的一个布局 它配有这个17寸的一个西顶的一个电视 到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看看直播 都可以 上方是这个储物柜 里边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旁边这个就是四路监控的一个屏幕 然后这里是两个吊柜 里边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啊 这个车就是储物空间 挺大 然后下方配有这个阅读灯啊 就是方便 我们再坐在这里 就是看书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阅读灯打开就行了 就不用车里边就不用开这么多灯了 下方一个折叠的小桌子 旁边配有220伏的插座和12伏的电源 旁边这个就是一个隐私的撒床 下拉防隐私啊 它这个两个是要扣在一起用 上拉就是防蚊虫的啊 我们到这个卫生间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的上方配有这个280x280的一个 双向的一个换气扇 侧面有一个储物格 然后中间是这个化妆镜啊 配有这个冲拉的一个花草 就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边 简单的冲个凉啊 冷热水都有 然后它这个门是我们还是采用的一个 卷帘门的一个设计 这样就是节省空间 看上去车里边空间非常大 用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拉上 啊 不用了 直接把它合上 合上之后 这样显得空间就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床 啊 它这个后床啊 两次后门两侧配有 都配有这个防隐私防蚊虫的一个杀窗 上方都有这个吊柜啊 里边可以放些衣服什么的 啊 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床是一米三乘这个一米八五啊 足够是两个人啊 可以躺在这休息 两个人是足够了 空间非常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方的中间这一块 这块配有这个 220的一个微波炉下方还有一个102升的佛罗斯特冰箱 上方是冷冻下方是冷藏啊 空间非常大 然后上下都有这个储物的一个空间 然后他橱柜这一面配有这个不销钢的一个水盆带一个小的一个切材板 然后冷热量用的一个高脚水龙头旁边配有12伏电源和220伏的一个电源 然后旁边是一个800瓦的一个电磁炉 然后下方都是储物空间 就是我们做饭的一套东西都可以直接放在这个里边啊 方便我们就是到时候取东西啊 呃外我在外边也是可以取的 然后 这一面就是我们一个就是车辆的一个电器的一个控制系统啊 的顶灯灯带 包括这个电视冰箱户外灯都是在这里 都是一件事起动的啊 非常的方便 然后上方这个是 昆仑机 方便我们随时查看这个电池的一个用电情况 然后他这个 简单的一个配置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呃夏天配有一个顶制的一个24伏的海耳中央空调 然后冬天的话有这个微波四通的一个水冷一体机 然后配有这个车是配有820的一个力电 3000瓦的泥边器 110升的清水箱和40升的灰水箱 啊基本的配置就是这个这个样子啊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喜欢的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